他们要给这只500斤的鳄鱼拔牙 一个牙洞里竟然藏着9颗断牙 鳄鱼的牙龄已经严重溃烂 然而在给鳄鱼进行紧急手术时 医生却发现了个更惊人的秘密 今天兽医小帅兽邀来到了动物园 准备给一头接近600斤的鳄鱼拔牙 拔牙第一步就是把鳄鱼从水池中吸引出来 饲养员拿着母鸡在水池里疯狂吸引 鳄鱼很快就被吸引上岸 硕大的体型让人远远看着都有一丝畏惧 饲养员用木棍轻轻地安抚着鳄鱼 从鳄鱼张开的嘴巴可以看到 一个黑黑的牙洞已经明显溃烂 看来要马上接受治疗了 治疗前要先给鳄鱼打上针定计 以防鳄鱼突然伤人 饲养员熟练地用绳子套住了鳄鱼的上额 鳄鱼瞬间变得无比暴躁 毕竟是指500多斤的鳄鱼 力量异常惊人 为了安全起见 饲养员又在鳄鱼身上套上了个绳子 然而这却把鳄鱼彻底惹弄 他直接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死亡翻滚 结果绳子被越套越牢 为了防止鳄鱼被绳子套得太紧勒死 饲养员只好拿黑布挡住了他的视线 之后大家一拥而上 七八个大汉才勉强把这只鳄鱼控制住 小帅趁机赶紧给他注射了一枚镇定计 五分钟过去后 镇定计终于生效 鳄鱼一动不动被拖上了担架 随后他们撬开鳄鱼的嘴巴 塞进了一根木棍 安全得到了保障 小帅赶紧检查起了鳄鱼的状况 从表面上看 这并不是普通的蛀牙 因为里面出现了很多鳄鱼的断牙 因为鳄鱼一生要换五十多次呀 小帅判断 这可能是长了智识所导致 因为没有正常的生长空间 所以每次新牙都被顶到了一边 渐渐的牙齿越来越多 鳄鱼的牙龄也是开始溃烂 小帅轻松地从牙洞里取出一块碎牙 不宜会又用镊子取出一颗 随后一颗颗碎牙都被取出 牙齿一颗比一颗大 一共九颗 饲养员看到都震惊了 在这工作五年 他还没见过这种情况 然而这并未结束 小帅发现 鳄鱼嘴里竟然同时长了两颗新牙 为了保证牙齿的正常生长 小帅必须拔掉其中一颗 就这样一个接近三厘米的牙齿被拔出 现在鳄鱼的牙洞只剩一颗了 没有牙疼的烦恼 鳄鱼变得温顺不少 他开心地爬进水池 随后来到了男朋友的怀抱 小帅震惊了 没想到搞到最后 自己还要吃一嘴狗羊